跟她的爸爸講四川流通話 我不是很聽得懂 然後那個臺灣人比較老一次都寫 他就跟她的爸爸講 叫流浪就更小了 然後晚上的時候 他又叫我們兩個在那邊住一點 其實我沒有想要住一點 因為他們家真的是沒有位置 她爸爸睡客間 然後她睡房間 如果我們又坐兩個人 他們沒有地方睡 可是他一直要我們住 然後我就住了一天 然後他就把那個床亂丟了 然後那個臺灣就睡他爸爸的那裡 然後爸爸就去跟他講說我睡 然後第二天離開的時候 他們一找出來他又煮了那麼多菜 然後離開之前他又送回 送回一人一道寶寶寶 所以所以你會把你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 我們離開他的家的時候 我是不是時刻這樣動的那種感覺 上一次在這個 中國四川的的時候 其實要計畫的其實也是很難的 因為我在那裡的時候是 每一個季節 就一直下雨 然後一直下雨的話 就很多地方就一直踏房 就是我們的土峰 就好像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因為那些下雨啊 土峰啊 那些土峰啊 你是不能夠預測 然後有時候 就是他的土峰啊 那個那種交通他就會取消 或者是有時候他的交通是買不到票 我早上一點起來去排隊排票 也是買不到 其實這另外一個角度 派一個來的他 就可以看到他的情況其實是滿嚴重的 然後 可是我們人類是很聰明的 其實我們過一個島嶺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了 比如說這輛車過不去嘛 你們就下車 然後拿出那個背包走過去 其實也是有點危險 然後你去到對面的時候呢 就會有另外一輛車在等地 然後就站著走 所以就是這樣 不容易 可是一路很享受 因為看到國人 可能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做的事情 然後另外呢 其實我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 2007年 我這邊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會去中國的 那個時候我去中國的 我去好像廣州啊 出海 然後上上上上上到上海那些 我還是有第一次去中國 然後剛剛離開我 然後去香港的時候 我說了一句話 講我後來要去中國了 然後我說 那香港皇上回到文明的感覺 真的我說了一句話 可是後來沒有多少年 我又去中國的新疆 新疆 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還不錯 然後 我去新疆從2011年 然後2012年我去 中國四川零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那裡遇到的人 讓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比如是年輕人 因為我們對中國的那個印象 就是說 好像沒有禮貌啊 浪費食物啊 叫多多 然後不要吃 然後 心裡很爛啊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我一到年輕的都不是這樣 大國師都不是這樣 他們 十分有想法 他們很有想法 然後 也是很想 出去看看這個世界 只是 他們又有很多故意 他們講 自己的英文不好 這個 這個男生 就是其中一個 他是 是 焦素鳥 他一直說 他很想去歐洲 可是他又耐心自己的英文說不好 然後 一大堆東西 然後 我每次遇到這個年輕人 很多也是他們不會隨便拉出垃圾 他們有垃圾放在口袋裡面 我看到的時候 也是有嚇一跳 然後 我跟這個男生旅行 是有兩天 所以 我跟他一起吃飯 我說 欸 你的 你給我印象 我這樣跟平時的人不同 而且我們現在 年輕人沒有這樣的男朋友 去浪費食物的 尤其是我不太喜歡旅行的 然後 我跟很多年輕人了解我 然後 其實我覺得 他們也很喜歡 我老父母 因為 因為我沒有像他們的父母 這樣跟他們說 你應該做什麼 你不應該做什麼 然後 什麼什麼 然後 我是為你好 我突然沒有跟他們講這樣的話 然後 我跟他們說 就是 我 我就問他們 你們覺得 你自己想到 做的是什麼 然後 他們就會跟我講 講過 你可能 也是覺得 搖搖搖不本質的東西 可是 年輕人就是這樣 他們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 很講錯的事情 然後 就是慢慢被社會 很多人跟他說 啊 是不能的 是不能的 所以他們很像 很有火的那種 那種 那種 階段 然後 我就 火上 加油 這樣 哈哈哈 我真的沒有可能 我去跟他們說這種話 所以他們特別喜歡 跟我說這種話 OK 啊 然後呢 有一次我也不小心 真的是不小心 去到一個回族之洛 就是他們那裡的人都是在故事裡來的 然後 本來我去到那裡 就找了一個出事碼 放了那個包 那個事情就說 不如我帶你們去看那個 清真寺 我本來就不要去了 我講清真寺還放不夠美 然後 又不好意思了 因為有 有幾個人一起 有五個人一起 然後我就去喔 去跟他們一起去 然後去了 嚇到我一跳 因為他的清真是看起來 好像是我們的廟 華人的廟這樣 然後 在這個廟外邊 就有一個黑板 他寫著什麼 開災節的捐款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對喔 明天是開災節 然後 那個時期 如果我們說 喔 明天我們會有那個 開災節的經典 然後 我們就決定 下來了 然後 看他們怎麼慶祝開災 然後 他們的慶祝的方式 其實是跟我們 這裡的慶祝是很不同的 他們吃那個好像那個 航禁飯這樣 可是 很好吃一下 很好吃一下 叫做油香 然後我們就 他們那是一個小村來的 然後 他們每家都要做一些那個油香 然後拿到一起去 就放在好像這樣的籃子 然後 放在一起 然後又再派 派別人 一類的 就圍圈圈 然後一人派一個 每次你可以拿一個吧 你不會拿多 然後我們 這些外來的人 都沒有做油香 就去拿人家的油香來吃 可是他們的人都很大 他們 這樣派完之後 他們在附近的一個 運勢園 那裡有一個好像 巨盤一樣 然後他一直叫我們去吃 一直叫我們吃 然後有人在那邊 Serve你 然後看你晚點 換晚點就換你家 換晚點就換你家 然後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 去參與人家的聖典 除了北族呢 我們也接觸了很多不同的 比如說 納西族啊 朝鮮族啊 民族啊 在中國呢 其實有56個民族 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漢族 然後其他有很多不同的 然後他們自己都有自己不同的 文化啊 文化啊 通俗習慣 所以那 但是看到很多就 覺得很爽 還有這個是 我在 我去 我去 露露露的時候 然後一下車 我就認識那人的男生 他們是韓國人的 然後用手邊那個 他在馬來西亞念國書了 他來這邊念新聞 所以他就跟我說什麼 南西羅馬這樣的東西 就說得很起勁 然後 然後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那個住宿都 客馬 然後我們就 三個人就一起找 那個 住的地方 然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有三個 床位的標間 然後我們就快快 住進去了 所以我認識他們 第一天就住在一起 然後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到一個地方叫做 女玄丸 然後走了很久 去到那裡 然後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 回那個 青年旅社 然後那裡 就有一些做生意的 那個 那個 啊我可以幫你找車啊 然後 多少多少錢 然後 這個 這個 小哥呢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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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知道 那個 那個 很貴 那個 是不合理的價錢 然後他又不好意思 講 叫我們不要做 他就一直在那裡 講一句話 然後 啊走到上邊 自由路 結果 天無絕人之路 這樣 然後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沒有接受 那個 車的安排 然後 然後我們 很好笑 我們三個人 跟他打便子 就是做到那個 兩本的 壞兩本的那個 車 然後他們的兩本 就是我們那個 黑色的兩本 就是這個 麻辣兩本 而且啊 我們就 三個人 在那個車上面 然後就走走走 慢慢的 新摩托這樣 給他的摩托 然後就走走走 然後 然後 我們就跟他買兩本 然後就跟他買兩本 給他一點點錢 然後 啊 一開始 之後 我們就跟那個 很多人分別了 可是我們有 還有 然後 那個 在馬來西亞念過書 那個 就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 交換警報 然後 他就 他去了 到成家地名 這個是到成家地名 然後他就一直 SMS過來 跟我說 啊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不會後悔的 然後其實 那時候 我沒有打算 要去這個地方 然後 因為他一直 極力推薦 然後我就去 去了 然後沒有後悔 然後 然後 在那個 到成家地名的時候 我 徒步的時候 又認識了一個 香港人 然後 你知道 香港人很喜歡 旁上 就是 然後那個人 很壯 然後又很瘦 然後我們一起 去了到成家地 其實我們去到成家地 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 都是跟朋友 兩個 三個一起 然後我跟他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一起 要走在一起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要不要去五跳峽 五跳峽 五跳峽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去過 要走很多路的話 然後 然後 我 我就有點留意 而是 反正 我只是不去喔 下次我不會特地再回來 然後去你跳峽 然後我就很愛一起去 然後 他也是有一點 他是那個土糊狂 他跟我講 我要走路 沒有問題 他講我要飛機 我全部把我走路 我真的是不懂要怎樣 然後 最後我就跟他一起 然後他也是跟我講 很近 很大的啦 一個小時就到了 下山路來 然後 之後走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都沒有到 然後我走到 那個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走到腳亂 我 我晚上 我 後來 他也會斷路 很難的 因為你要走那種體樣 90度 然後我看了 我不行了 我不要去了 我講你去 然後我去 找住宿 然後我打電話給你 你跟我講 你來找 然後就找住宿 然後 其實我們 我還沒有走到 我們要去的那個住宿 然後可是 突然間看到一個地方 然後我進去看一下 坐下來 就夠了 不能再一起來 然後我就 我講 我現在就這裡 你要來你就來 我不能走了 我講你不要來 就拜拜 然後不管是要來 還是有來 然後 後來我們 到現在我來 跟他 跟他 跟我講說 我去想趕快 到我去走上 就有一點怕 然後 然後這個 是 很好知道 這個也是 有一次我要走 我去玩 到沈亞點了 舒適了一點 然後我要去米塘 米塘 是一個很像 很像素的地方 然後我 本來要去 是想要去看天賬 只是 最後我沒有看到天賬 又怕了 然後又走了 沒有看到 然後我要去米塘 那一天 我就 我就 我就問那個 慶侶 我講 有什麼Bus 可以去這樣 然後他講 這裡的Bus 好像沒有什麼Bus 可以去 很多人都是 搭便車 然後他就跟我講 可以 你可以試看 然後那時候我也 就 那個路程應該是 兩個小時過來了 我有很多時間 然後我就想 OK啦 我今天要去搭便車 然後我就想去自便 然後我才去路邊 這樣搭便車 然後你知道我 我自便的時候 我這邊有兩個男人 來搭檯 這樣 然後 然後他們就看我的樣子 好像是 樓克 他就問我 什麼哪裡來啊 包括這樣的東西 他知道我是外國來的 就我真的很驚訝 問我要去哪裡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要去米塘 然後我就說 我們今天早上 五點多 才從米塘來過了 我們在這裡 做了一點東西 等一下我們 晚上會回去 你要不要過我們的車 這樣嗎 那個時候我也是來 我一換 我不是好 那也是換人 然後 我就 因為我馬上答應 我就是 翌天的時候 我就看下這兩個人啊 我們的路重啊 這樣 後來我就覺得 你還OK啦 你還OK 然後那時候 我在 我以前的公司 在上台有一個 辦公室 然後我有一些同事 在上台 然後有一些我跟他們的 關係比較好 雖然沒有見過面 然後我每次做這種很奇怪的事的時候 我就 XXX跟他們講 我現在上台有什麼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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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跟他講過了 我不敢說我媽講 等一下我媽 他又要去想笑 因為太多恐怖了 因為 就 麻煩了 OK 抱歉 抱歉 那兩個男人 他就帶我去 跟他們去做 然後 我就是這樣 搭車了 那時候他們在 一個很原始的藏族村 在有一個建築的工程 所以他們就帶我去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去到那個 村長的家 村長的家 然後他們講什麼 我聽不懂啊 其實 然後 我就在那邊吃吃喝喝 然後 一直 一直搭那個水 我一喝完 我喝了一點點 他就在講 喝了一點他就在講 然後 後面後面有一個 是女人 是村長的老婆 他就煮那些 藏族的東西給我們吃 可是好像我吃的時候 好像很開心 然後後來 我去到那個 廚房 等一下 他就讓他把我 走 可是有點快 讓自己沒有事情 就好 後來我們吃飽的時候 吃飽過後 那個 十幾 兩個十幾 就跟那個村長 他們就出去 問我做什麼啦 然後可能去找什麼石頭 這樣的東西 就把我留在家裡 跟他的老婆一起 然後我又不會講他們的話 就 就一種話講這樣 然後 然後 吃吃喝喝很多 我就開始講 我要去上廁所 然後 我就到家裡 女兒帶我去那個 到那個青柯亭 那個房間 兩個人在這裡 然後 然後我們去好村長的家 然後 又去別的地方 去找石頭啊 什麼的 然後最後 他就帶我 帶我去 看那些在那邊 做建築的那些公流